所以單單從這場世紀大暴雨 你都可以看到 香港政府處理大事的反應 有多麼慢、多麼廢、多麼垃圾、多麼無知 Hello,大家好,我是Jer 相信大家都知道 昨天晚上香港出現了一場世紀大暴雨 令香港有多個地方出現嚴重水浸 甚至有些商場整層都浸泡水 但怎會猜到?怎會想到? Hook,我們偉大的祖國居然宣布在深頂洩洪 這件事實在太突然了 所以我只能夠簡單的整合資料 就等我告訴大家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 到底現在香港的水浸問題又有多麼嚴重 香港政府又有什麼反應呢 還有最後我都會就這件事去分享我的個人看法 好了,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加入我的會員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再說多點 亦不妨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最近受到熱帶氣旋海葵的影響下 中國有多個沿海城市 就來福建、廣東、深圳都出現大暴雨 最近一個熱帶氣旋海葵也影響香港 令香港在短短2個小時內 就已經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升級到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我還沒上車啊 我還沒上車啊 喂 喂喂 我還沒上車啊 根據香港天文台的資料顯示 其實香港有多個地方 都有超過100毫米的降雨量紀錄 有些地方更加出現300毫米或500毫米的降雨紀錄 而在網上也看到有很多香港網民 都不斷轉發他們身邊的情況 當中包括有很多水都突然湧入地鐵站 到之後連整個地鐵站都浸了 還以為浸了上面的那一層商場的全層 哇,你真的不說 我還以為在上一個月河北水浸的情況 正當有這麼多香港人都在應對這場大暴雨 在一個水深火熱的情況下 哈囉,我是POP,來的街 深圳居然就在這個時候才哭 由於深圳的水庫是鄰近香港北部的地方 所以深圳洩豪某程度上 是影響到香港北部的水浸情況的 最搞笑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這篇圖 你們都可以看到 原先香港北部的降雨情況都已經是非常嚴重 而在一個情況之下 你們深圳居然是要繼續洩洪 繼續把洪水衝到香港那裡 哇,我真的要代表香港北部的居民多謝你 首先第一,快樂玩不多說了 當我看完一件事之後 我真的很想問香港政府 究竟深圳是何時洩洪的? 根據你們香港政府就公佈到 深圳的水庫是將會在9月8日的零時零分洩洪的 但是當我上大陸網看消息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摸幾個街 人家深圳是說明是9月8日的零時15分才開始洩洪的 人家還不是一個網友這樣說 是很多網友都說到是零時15分才開始洩洪的 究竟零時零分洩洪還是零時15分洩洪? 你弄得我很亂 所以我先不說其他 香港政府是連轉發消息都可以轉發錯的 你說你們是不是廢才行? 除非你說那些大陸網報的假數 其實明明是零時零分洩洪 但是他們偏偏要寫零時15分洩洪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就好心理解僱了現在打新聞稿的那個人 連Copy and Paste都不認識 第二我想說的是 其實在上星期 很多香港人都不斷討論 究竟深圳會不會洩洪 令到香港的北區出現水浸 當時香港政府出了一篇新聞稿 澄清說到 這個消息是毫無事實根據純熟謠言 市民切物輕信 但現在呢 你這個老妹 現在就大多大多地 刮到你的臉上了 嘻嘻嘻嘻你上街了 我坐完才會說 要你老母 現在人家來深圳便會洩洪 再加上 說起你們香港政府的一個洩洪通知 真是火都來了 喂大哥 你說深圳將於零時零分時開始洩洪 但是 都不是說11時44分時才公布出來 只有那16分鐘你現在玩夠我嗎 走都走不遲了 可惡 再加上 根據香港保安局的一個天災應變計劃 當中提及到 在可能的情況下 深圳需要3小時前通知香港洩洪 而在這個情況下 大哥 人家深圳在傍晚的時候 就已經落了狗屎了 我真的很想問 又怎會不可能在3小時前通知香港洩洪呢 唉算了 其實香港有16分鐘的應對時間 都算是這樣的了 因為 你看看別人的深圳居民 就只有2分鐘的時間做準備 收拾吧 所以你說 香港有16分鐘都已經是多人家8倍 對不對 第三 當我上網看一些中國媒體報道的時候 我發現 有一些中國的官員 就對深圳屍雄一件事 就說到 深圳水庫的水屍雄之後 就會沿著深圳河 排到深圳灣那裡 也就是說直接排到大海那裡 的確 看回地圖 深圳水庫的水屍雄之後 是會經過深圳河 然後流到深圳灣 再排到大海那裡 但是 一位中國官員沒有說到一點的就是 當水流經深圳河的時候 都會流經不同河那裡 然後再流入香港北部地區 那裡的那裡 屌你媽媽 所以就有機會 令香港北部地區造成嚴重的水浸 而且你們一群人 還以為晚上 凌晨3時多的時候 就突然提供我一個的洩洪量 搞到下游地區的那些人 晚上睡都睡不到 真是的 最後第四項我想說的就是 根據剛才香港天文圖的數據 大家都看到 香港有多個地方 都會出現超過100毫米雨量的紀錄 有一些甚至是去到400毫米雨量紀錄 也就是說 有多個地方 都會出現嚴重水浸的問題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HELLO POP 你好 你看香港政府的緊急警示系統是閉的 又是你們說的 政府會不會 在可能危及廣泛人命財產安全的緊急情況下 可以透過這個系統 向流動電話用戶發出重要實時訊息 那現在還不危險? 連整個地鐵站都浸了 小巴都浸了見頂 這支不是普通的電筒 這支是不用電芯的太陽能電筒 在有光源的時候它會穿 那原來沒有光 絕對不會穿 人家深圳都宣佈進入暴雨緊急狀態 你看香港政府的官羊是不是睡著了 所以單單從這場世紀大暴雨 你都可以看到 香港政府處理一些大事的那種反應 是有多麼慢 多麼廢 多麼垃圾 多麼無知 他從好意思就在這裏弄熱 你呀!吃屎又你粉 那今天就在這裡 本來本來不是打算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 只不過看到香港政府對於這件事的處理手法 處理反應 所以就令我生氣才拍一條影片 發洩我的憤怒 在這件事上 雖然小朋友就不在香港 但我希望這麼多位香港的觀眾 都能夠平平安安 做好安全措施 乖乖地留在家裡 OK? 最後 大家對一件事怎麼看呢? 讓你最觀眾也不負在下面留言給大家分開 那麼多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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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燥 哇 你這麼燥? 太燥了 大肥胎 你看 你看你的肚子 你看你的肚子 你看你 歸 啊 食都不知道多少東西